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晴朗 太阳很大 但是大伙都不觉得热 你看坐在船上这么多人 都仰依着开心的笑容 并且还泼着水 那边还要射水枪的 待会我也要上一艘船 跟他们一起来一场 紧张刺激的勇士水战 酒铺侠景区特有的双河道漂流 包括勇士漂流和亲子漂流 亲子漂流赛道全长3.5公里 总落差60米 游客年龄从7岁到60岁均可参加 突出的是河家欢 而韩郡所在的勇士漂流 全长3.8公里 总落差达189米 河道落差大 温道20多个 激流险滩20多处 相比起亲子漂来说 刺激程度以几何倍数增长 据了解 景区总共聘用了80多名安全员 在每一个拐点和落差点 都至少配备了一名安全员 保证游客竟想刺激 远离危险 落差大 水流急 险滩多 是九户侠漂流的特点 刚坐上皮滑艇 许多游客就在平静的水面 打起了水杖 长水枪 短水瓢齐上阵 此时的湖面是红色的海洋 欢乐的世界 随后 一只只皮滑艇被放行 这一下 韩骏就感受到了万马奔腾 皮滑艇一下子被高高抛起 一下又重重摔下 游客们时而闭目惊骇 时而天旋地转 惊叫声 尖叫声 充斥整个峡谷 在漂流过程中 游客还能欣赏到两岸山势秀丽 万木葱龙的原始风光 一处处瀑布挂臂飞蟹 欲练双飞 一声声山剑鸟鸣 清脆月耳 随风而舞的竹叶 令人心情激大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高速漂流之后 游客们将从这个滑道冲出 勇士飘与亲子飘在这里会合 刚刚经历过刺激的游客们 终于可以在平静的水面上 舒缓一下心情 嬉戏游水 看到哥飘逸的发型 就能知道我已经结束了此次 惊险紧张刺激又欢乐的九步侠漂流之旅 勇士飘之旅了 当然我告诉您 这里还不是本次清水的终点 有没有听到这紧张刺激的音乐 跟这音乐一起摇摆 在我们生前就有一个水上乐园 如果您玩漂流还没过瘾的话 那首先我先佩服您 真厉害 第二 你可以带着孩子带着朋友去水上乐园 再享受清凉一下 再爽一番 让您的快乐 翻一番 今年九步侠景区盯准夏季旅游市场 不断推出以清水为主题的旅游项目 景区除了高速永世漂 和适合亲子吸水的亲子第一漂 今年还新增玻璃水滑道 水上乐园 海浪池等多个水上娱乐项目 深受游客好评 除了围绕水做文章 九步侠景区也应地质疑 开发了不少四季项目 户外拓展项目 小木屋别墅群 民宿度假区 烧烤基地 篝火晚会 盐学基地 汗雪四季滑等项目 极大增加了市场竞争力 尤其是汗雪四季滑 让韩骏在炎炎夏日 也忍不住要体验一下 现在我已经穿好装备 全副武装了 穿上厚重的滑雪靴走路 有点像企鹅的感觉 有点难走 但是通过教练的专业指导以后 用脚后跟先着地 就慢慢地舒服了起来 下面我们就要挑战这个雪场了 韩骏身上这些装备 无论是雪靴 还是滑板 还是雪杖 都和滑真雪的装备 是一模一样的 那和滑真雪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咱们先看 眼前这片仿真雪场 雪场长180米 宽30米 雪道采用的是金针菇样式的塑料粒 组合而成 白矮矮的一片 与后方的青山绿水相应程序 可以在不同季节 体验到难得的滑雪感受 我之前在北方滑过几次 但每次都摔得还蛮厉害 这回看能不能有进步 您可不要以为滑汗雪轻松简单 用教练的话来说 真雪摩擦系数小 初学者可以比较轻松地滑动起来 而眼前的汗地滑雪摩擦系数大 想要运用自如 那还是很有技巧的 在路上跟我聊了几句 让我紧张的心情 又更加紧张一分了 为什么呢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汉地滑雪跟普通滑雪有什么区别 咱们现在这个属于是防雪的 应该说金针菇形的 金针菇形的 它在制动方面 它会有一定的难度 例如说 我们在正常的滑雪场 如果说我们采取自动 或者刹车的时候 或者控制方向的时候 它就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刹车的时候 您知道它原来是一个内巴子的状态 对不对 就是当你内巴子推得越大的时候 它这个刹车也就来得越快了 而我们这个呢 就是说你在刹车的时候 如果说角度要是正常来说 比你那个在真正的雪上呢 它要加大一倍 会有加大一倍 还要利刃的角度还要加大 这就是说我所说的这个难度在这块 但是那个初学者呢 就是我们初学者啊 建议还是一定要有教练的陪伏 然后来进行我们这个 那个汗血的一个体验 是 我当我重心向前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摔跤 哦 理解了吧 但是滑雪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 不要向后坐 甚至或者向后仰 那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咱们要肯定要摔跤了 就是向前的时候 您百分之百不会摔跤 哎呦 理解了 理解了 一番讲解后 韩君表示 知识点已经全部听懂了 下面就是耍帅时间了 摄影师记得把它拍帅一点 果然呢 帅不过三秒 没有教练帮助 怕是要摔成滚地葫芦了 算了算了 还是别拍了 待会儿再多练几把吧 这个体验呢 的确像教练说的 比我们滑这个真雪啊 难度要大 但是体验感和刺激感 那是丝毫不减 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欢迎您来九铺峡景区 漂流前啊 先感受一下 滑雪的浪漫啊 这种速度与激情 找专业的教练啊 我们身边这位大哥 跟我们一起滑一滑 感受感受 哎呦 在夏天滑雪啊 还真的是听上去很违和 但其实感受一点都不违和 我打满分 大漠风情 一对骆驼 听到这 相信很多朋友 会立刻想起 西部地区的沙漠景象 不过在我国南方 也有一片沙漠 还被誉为 江南第一沙漠 这片万亩沙漠 就坐落在我们 南昌市新建区的 后天乡 我要穿越这片沙漠 找寻真的自我 身边有一位熊总陪我 大家好 我是小韩 现在我的位置呢 是后田沙漠 生态旅游景区 在我身旁的是负责人熊总 熊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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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穿越了这片一望无际热情似火的沙漠 它是怎么形成的 后田沙漠 距离南昌市 是28公里 这属于后田乡 后田沙漠是河塘改造 天然形成的 现在后田沙漠景区有9个项目 有江南山水西部风光的美誉 把江南的山水和西部风光都揉合在一起了 这样面前呢 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湖泊 所以说 翻过沙丘 正欲江海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和熊总一块 来感受一下后田沙漠的无限风光 在后田沙漠 除了领略自然风光 游玩项目也十分有趣 后田沙漠生态旅游景区 原有9大娱乐项目供游客体验 滑沙 滑索 滑草 骑马 射箭 沙漠卡丁车 沙漠摩托 骑骆驼 CS野站等 由于沙漠摩托车和沙漠卡车有年龄限制 为了让不同年龄的游客都能体验沙漠的快乐 景区又增加了新的体验项目 来 各位游客朋友们你们好 你们好 赛哥好 你们真胆大 我第一次开这个大坦克你们就敢做 继续棒棒的 谢谢 谢谢 今天来后田沙漠玩感觉怎么样 开心 刚刚做坦克爽不爽 爽 还要不要再来一圈 要 新开的坦克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下次我们还要来 当然除了沙漠坦克 孩子们还可以自己骑着小毛驴在沙漠中前行 小朋友问一下你是第一次骑小毛驴吗 对 后田沙漠的风景美不美啊 美 那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个大沙漠 真正的看过直接就进入大沙漠 有没有看过 只在电视上看过 电视上看过是吧 那今天是和谁来的 姐姐 姐姐来的是吧 那小孩来玩 反正这个地方怎么样 风景美也有很多很好玩的项目 就妹妹也玩挺开心的 为了丰富景区的小孩子 青少年来参与竞技体验 我们增加了毛驴 儿童坦克 儿童青少年 更好的体验 沙漠的这种温泽 荒野的这种感觉 更好的丰富青少年的体育活动 我们在景区 增设了一个排球场 一个足球活动 就是为了让青少年 更好的在景区体验 体育加旅游这个活动 像我小时候来 已经觉得很好玩了 长大了以后 可以带孩子来 所以这个老中青还有幼 都很适合玩这个地方 是哈 好 好 好 哎呦 好 哎 过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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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我们玩沙滩排球啊 替沙滩足球重要的 并不是得分 重要的是和朋友 和家人们一块感受沙漠的热情 和那种非常有趣放松的亲子体验 所以您来这个地方呢 不光可以坐着上风景 不光可以自拍 不光可以划沙划草 还可以和亲朋好友 甚至是不认识的游客朋友们 一块拿上一个球 踢两脚 跑几趟 跑几趟 拍两下 感受运动的热情和魅力 这两位刚刚是我的队友哈 我们玩得满头汗 但是特别的爽 特别开心是不是 对对对 还像您的感受 今天特别开心 从来都没在沙漠上 玩踢足球啊 排球啊 这都没有过的事 一般我们都说 就是简简单单踢骆驼 稍微玩一下 带小孩子在沙漠上走一下 今天这个项目度完了 真的很爽 又能强身见底 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好 就位大哥您呢 因为我比较平时 也比较喜欢运动 但是像这种环境下 还是很少 感觉还可以 第一次比 相当可以 沙漣足球和排球 是我们景区新开设的项目 我们景区的寒沙量 比较丰富 场地也比较适合 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通过这个活动的开展 更好地带动景区的 文体旅游产业的发展 后田沙漠景区交通便利 距南昌市28公里 开车自驾公交直达 都非常方便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快来后田沙漠 感受别样的风情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 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的 文旅咨询快报 近日 商务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 商务领域塑料污染 治理工作的通知 公布禁速限速 阶段性任务 要求到2022年底 全国范围内 星级宾馆 酒店等场所 不再主动提供 一次性塑料用品 到2025年底 实施范围扩大至 所有宾馆 酒店 民宿 2020年7月起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有限公司 在南昌开往深圳 成都等方向的 多趟动车组列车上 试点推出 具有江西特色的 青花瓷小碗菜餐食 一份一小碗 一菜一包装 让旅客拥有更多选择 小碗菜推出以来 单趟列车销量最高达 500余份 旅客用餐人数 同比增长23.87% 近日 英潭市人民政府 与蓝绿城房产建设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签订了龙虎山 度假小镇 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项目选址 位于英潭市 龙虎山景区 206国道边 规划总用地面积 约6.95平方公里 总投资51亿元 分三期开发 本项目将融合 龙虎山的自然生态 与人文底蕴 打造其文旅 康养 运动等为一体的 龙虎山度假养生镇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 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 到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了